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毁灭人只要一句话 陪着一个人却要千句话 我们学佛人说话要多留些口德 当你劝告别人时 若不顾及别人的自尊心 那么再好的言语都是没有用的 不要在你的智慧中夹杂着傲慢 不要使你的千曲心缺乏智慧 感谢观看 你不必回头去看咒骂你的人是谁 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 难道你也要趴下去 满咬他一口吗 满咬他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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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给自己增加认格的好处 嫉妒别人 也不可能减少别人的成就 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 宫德来自修行 而非供奉死者 佛陀并不称颂死亡 他赞扬人生难得 趁还活着的时候 修行很重要 许多人 人要离开这个世间时 才惊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可惜已经没有时间了 徒增无奈与凄凉 活着一天 就是有福气 就该珍惜 当我鼓起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 却发现有些人连脚都没有 不放晾 所以我们在网站里的五官方的一人连脚都没有 这些人连脚都没有 就是有福气 要滚脚都没有 所有人连脚都没有 然后他们连脚都没有 冲出 用心力去慈悲别人 关爱别人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 你懂吗? 眼睛不要老是睁得那么大 什么都要占为己有 且问你,百年以后哪一样是你的? 你目前所拥有的 都将随着你的死亡而成为他人的 那为何不现在就不失给真正需要的人呢? 我们不需要担心行善是白费功夫 即使死后 我们所创造的功德仍会留在世上 中文字幕提供 有一个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 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 我们会一直以为你 作词 做什么 是 做什么 的 它的 想象中的 每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 是一种惩罚 贵圣户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便拥有了一切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拥有一颗无私的爱心 广结重园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 绝察错误 立刻改正 发现善事 立刻去做 错误最多的人 就是犯了错 却不承认错误的人 恶行后 心就能静下来 并入定 心入定后 就能生出智慧 心就能生出智慧 永远不能化解仇恨 只有慈悲才能化解仇恨 这是永恒的真理 想看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自以为拥有财富的人 其实是被财富所拥有 情职是苦恼的原因 放下情职 你才能得到自在 放下天地 某些人 离开 脸 二十 自在 100 每个人生命 愿泪 修行要有耐性 要能干于淡薄 乐于寂寞 了解心的平静是什么 才是正确的修行之道 请你用慈悲心和温暖的态度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 别人就容易接受 不要只是抱怨 多用心去倾听别人怎么说 不要急着表达你自己的看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忠告很少 受人欢迎 最需要忠告的人 最不喜欢听忠告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子,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 同样的心理,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 无论乐与苦或爱与恨 都是你重要的老师 他们是解脱的根源 如果有贪爱或生恶 意味着有因存在 有因存在 有因就会有果 如果有生就会有灭 这就是自然 当贪爱与执着存在时 就会有憎恶与反感 如果有天堂可达 未来就有地狱可入 反之一人 人疯狂 人疯狂 虚空有尽,我愿无穷,阿愿容易,行愿难 菩提心可以保护我们,免于轮回的恶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力量来自于爱,慈悲的奉献就仅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放生,吃食,就苦就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台中光明山佛恩寺,起见第二届护国千佛三坛大解会 时间113年3月3日起至4月16日子 农历1月23日起至3月8日子,共45日 地点台中市太平区长龙路三段166号 恰讯电话04-2270-2077 04-2270-2077 市院早期没有所谓的建筑法规 的楼水,甚至的楼殿 还看到后来,楼大人拨楼上 龙元寺是在台北市 也可以说是在整个台湾 围绕都根申请第一间寺庙 整栋建筑物都是寺庙登记 让出家人有资源 可以在佛法的教理深入精湛 除此之外,农云夜间佛学院 还有做慈善,帮助弱势团体 目前就要等到重建完工之后 我们会再继续的普及于社会 因为寺庙本来就来自于十方的父子 我们也希望能够回馈给十方 让社会更认识佛教 那也更能够透过佛法 来进化整个人心 所以要拜托十方各界法师 给我们导三行导佛情 是在法华经里面 告诉了我们过去佛与现在佛 佛佛道同 为佛与佛乃能证知诸法实相 让一切众生了解 我们本来都能够透过佛法修行 来成就、来解脱 乃至最后都能够成佛 从前直到现在 已经整个都开始在进行了 那当然希望阿拼 还要做很多经费 大家导三行 让他能够早日完成 发挥都市道场 《红法律生》的功能 从前有位些人独居在山洞里 常静坐修行和读诵经书 有只野狐藏在西人山洞外附近觅食 洞口耳濡目人之下 今夜学会了人类的语言 他自认为自己是智力最高的万兽之王 从此野狐到处攻击其他的狐狸 没过多久就成了野狐之王 他的头脑及野心 又陆续让许多猛兽 都沉浮在他的领导之下 不久他真的成为森林里的万兽之王 他心想 我该考虑娶一个压寨夫人了 野狐便决定 只有人类的公主 才配得上他这万兽之王 直接带领他的万兽大军 下山将家乙王城整个包围了起来 我是万兽之王 快把你们王国的公主交出来 给我当压寨夫人 否则我一声令下 我这手下的万兽大军 绝对会扫平你们 国王招集了群臣一起商议对策 其中一位大臣沉稳地说道 我认为这只狐王只不过运用了一些诡计 让那些野兽暂时臣服于他 我们也用个计谋 让他露出真正的面目和实力 请大王直接向他们决战 但是要求他们不要让狮子在开战之前吼叫 那个狐王听到我们这么说 一定会以为我们害怕狮子 反而会故意要求狮子先行吼叫 听到了雄兆威武的狮子吼 就算是那只狐王 只怕也会吓得心惊胆战 国王依记行事 野狐果然重计 命令狮群提前吼叫 然而听到一群群似的吼叫声 野狐竟然真的吓了一大跳 一不小心就从大象背上摔了下来 当场摔成了重伤 狮王率先倒地 群兽也都饥荒失措地四处奔逃 转眼间整个万兽部队 就溃不成军了 学佛多一点 有时候孩子会出现偏差的企图心 例如孩子的领导欲会偏差成控制欲 又如他的需求较高 求之不得时 会采取不正当手段 获取需求等偏差行为 所以父母亲一定要随时对孩子的行为 有所深入的了解 才能适时地应对得当 在必要时初以援手拉孩子一把 佛教里有狮子吼一词 原因是狮子为百兽之王 佛亦为人中之至尊 称为人中狮子 故有此批语 且当佛说法时 菩萨起勇猛心求菩提 佛以无畏因说法 如同狮子之跑吼 因此后世一般多援引 佛典中狮子吼一词来形容 秉持正义 排除异端 于大众之中 大声做激昂 慷慨之言对 佛法之旅生命天使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生命天使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生命天使和在一起 佛法之旅生命天使和在一起